竟然刷到钢6了兄弟们 现有的资金可以买28个 火断买掉 然后穿一套钢铁针线 所谓好码配好啊 物甲配件还得是白板 精致没空也必不可少 这一套堪称最顶级装备了吧 不求再三拖横着走 只求稍微抢一点就行了 抢了 他也提前出来了 这种机会不容错过 搞定 不可为了舔包影响节奏 原计划进行 无敌了 黑市最强组合 今天运气好到棒 那个包咱且记着 先忙活这边 不好 人机能往这里丢手来吗 有蹊跷 火达 这眼神算是废的 大家都劝我买个挂 满配的四级 没有辐射板 精致小包也不错 这个则是粉波 这次还没有辐射板 来了 在我看来 辐射板比五级甲还好 毕竟现在除了六级 皆为嫖宅 再舔了最初那个包 保险箱里就正好四个变卖物 为了防止老六 我还在这等了一会儿 应该是没老六 不过包呢 哎呀 防不胜防啊 成大事者不拘小节 虽然这号是黑了点 但不妨碍我赚的比赔的多 有人 还想溜我 想屁吃吧 别再给我嫖宰了 根本没好处 太好了 六级 爆红了爆红了 爆个鬼 哎呀 这也太不公平了 凭啥我每次成河 钓鱼一样都是少的啊 现在能有这些装备 都是奇迹了 等等 还好还好 拿着吧 已经是目前获得最好的东西了 有情况 这次我重点关注山顶 还不给安倒下 小人机烦死了 我去 不好 我 成大事者也经不住这么盼呀 所谓打不过他们就加入他们 当老六 我也是专业的 要包不要命啊 他最生气的是包里有啥还没看着 我就不一样了 我看了之后更难气 有个盒 脚步手 哦 又是老六 我填他的包 气死他 嘿嘿嘿嘿 藏得够隐蔽啊 哎呦 我知道了 你这个老六还不拿来 nice 这下舒服了 还是粉的 全部加起来也不如我一把精致没空啊 依然陪惨 还得是辐射区啊 这把羊没吐气了 还有信号枪没人买 真不错 好家伙 四个狗牌呢 这瓢仔功力不浅啊 酒不声乱糟糟的呢 吓我一跳 看来还没人进来 多开几根金条还能弥补一下 好 这一波操作下来 估计可以买一把满配精致没空加六级包 虽然还是赔 但能接受了 一百八十万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明天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